这个马斯克 今天他要购买推特 这样重要的一个社交平台 社交媒体的一个平台 一个信息 按他自己的预言讲 就是言论的广场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大家当然担心 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刚才破空已经讲了 他的这个特斯拉 在上海设厂的时候 中国是给了30亿的美元的贷款 而且2020年的时候 由于防疫加州 在要让他的工厂停产的时候 他大骂 非常愤怒的骂 这是法西斯 但是到了上个月 因为上海的这个封城 要让他停止生产 关厂的时候 他就乖乖的执行了 没有任何的话 没有任何的话 那么这个而且这个马斯克 我们也知道 他对这个那个共产党那边 一直是中共方面 一直是试图去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他这个在中共一百周年的时候 他进行了这个肉麻的吹捧等等 这些都是他的记录 这些记录都让人们 这个感到对他未来的行为 有些怀疑 比如说他讲 推特需要绝对的自由 那么实际上推特 现在对于中共的官方的推特账号 是加了一个标示的 所以这是官方的 而且他关了很多中国政府 做的很多机器人的账号 那要到了马斯克 他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 那如果政府 中国政府直接给提出这个要求 他怎么办 那这位绝对言论自由的绝对信徒 遇到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还是绝对的 这些问题都是在大家的脑子里 对 谢谢大家